中烈楊家將 這部電影的導演于仁泰 上台 是從這邊上台 我們請余導 對,來 請坐 還有鄭一劍 有請 大家好 大家好 當然還有仔仔周俞銘 哈囉 從那一邊上來 還有吳尊 哈囉,大家好 歡迎 真的非常歡迎導演 還有三位演員 來到我們新加坡 配合中烈楊家將 這部影片的宣傳 Rudy兒回來 我看了電影之後 我很頭痛耶 因為七位都這麼帥 我選不出一位我最喜歡的 這是你故意要安排的 就是要突出每一位的個性跟帥氣對不對 三年前我決定拍中烈楊家將的時候 我就給了自己三個challenge 三個條件 第一個我就說 我一定要拍一個電影歷史上最帥 最酷 最好看的楊家將故事 這個原來是很困難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希望就是把這個我們 華人的電影 那個計量 那個production value 就跟那個美國的電影一樣 所以我花了幾年的時候 在澳大利亞做那個後期 那個音響啊 簡潔啊 跟那個電腦投資 就希望觀眾 付錢 那麼多錢來看 就好像看一部 Hollywood的production一樣的 這個也要花很多時間 那麼另外 另外就感動我 就是希望 真的希望 可以借助那個 我們這部電影 把我們華人 最美好的傳統 中小演藝 可以再次表現出來 給我們現代人 因為我們現代人很忙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 忘記了我們這個美好的 中小演藝 所以我就希望 就用這個電影 把它再拍出來 那可不可以請導演來點評一下 因為三位就在這邊嘛 來說一下三位在電影裡頭的表現 你行哪 我覺得 她們每一個演 都是百分的 百分為100% 200 300 因為不演的話 我就不敢把這個電影放出來 給觀眾看 所以我覺得她們每一個 可是我感动是什么 感动这班全班是年轻 我们年轻的演员 我第一次跟他们合作 他们真的很用心去做这个电影 也很大胆去做这个电影 因为里面有很多动作的场面 我就希望他们自己来 那么观众就感觉得到 那个真的情况 好像那个动作 见真的场面 所以他们也很大胆 尤其是金一剑骑马的 骑马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拍不是好像 单独拍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打的仗是一起去打的 所以我每次我都用 起码五六个机器去一起拍 所以他们吃个狼 跟五百个兵 也是在马上的 所以要是他们真的有事情 事故发生的时候意外的话 就非常危险 因为后面有五百多个马匹 追着他们的 所以我刚才你问我 怎么去judge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百二百多个角色 要赢 самый 小服务 跳舞 变 dignified 我 自己 记得 提 健康 当 我